现在在我身边的就是这个2022年小改款的 Mazda CX-X 这一次 CX-8 它在一些外观的细节上面做了升级 引擎也有升级 配备也有升级 所以接下来带大家看一看这辆车的升级的地方 在这个外观设计部分 Mazda 的车款你一直都是不需要担心的 因为它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精致 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这个水箱护照跟小改款之前有差别 而且你仔细一看里面的细节 它里面的细节竟然是采用那种金属粉漆来喷射 所以整个视觉效果就是很精致 然后你可以发现到这个 Mazda 的 logo 是扁平化的设计 代表着它有着跟车雷达 这一次它终于支援了 MRCC 而且还有 Stop & Go 的功能 所以在这个头灯主的部分则是跟 CS5 一样 基本上我们可以把这辆车看作是 CS5 的 5 加 2 版本 CS5 的轴距是 2700mm 这款车的轴距是 2930mm 跟 CS9 是一样的 代表着里面的空间表现并不会太差 这个等下讲内装的时候我们才会讲到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车侧跟车尾 如果从车侧看的话它的 Style Profile 其实也跟 CS5 非常的类似 然后它这个轮圈呢 则是采用了比较简洁化的设计 它的尺寸是 2550 R19 19寸的轮圈 另外我身后这台车呢 其实是新的颜色 它的颜色叫做石英白金色 看起来非常的优雅 非常的 ELEGAN OK 接下来看一下车尾 至于在这个车尾设计部分呢 它都是跟 CS9 非常的类似 同样有一个非常粗壮的杜刻式条点缀 可是这个车尾灯的细节呢 就很像这个 CS5 不过必须讲这个点亮的视觉效果还不错 尤其是搭配这个石英白金色 看起来其实更凸显这个尾灯的设计 对不对 很好看哦 然后当然它有这个感应式的尾门开启 还有这个电动尾门 因为我没有锁湿 所以示范不到啦 OK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车尾空间 作为5加2的车型 如果你在7人座的设定下 它的这个尾箱空间其实并不会太大啦 但是如果你要更大的空间呢 你就可以直接给它倒屏 那么你就有更大的载务空间 可是如果你要载7人的话呢 那么空间表现可能就没有那么出色啦 而且呢 这个2.5T的版本 或者是2.2T的顶级版本呢 它采用的是6座的设计 也就是2加2加2 每一排可以做2个人 感觉还蛮Premium的 OK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引擎设定啦 这一次Mazda CSX的小改款 拥有3种引擎配置可以选择 除了我们熟悉的2.5公升的自然进行引擎 还有2.2公升的这个柴油涡轮增压引擎之外呢 它新加入了这个2.5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跟这个CS5的Turbo 跟 CSI Turbo 是一样的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228HP 峰值扭力表现420Nm 它主要是给你一个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 更充沛的这个动力储备 除此之外呢 匹配的是6速的自排变速量 而且有All-wheel drive 系统 至于怎么样选择呢 就看你们的需求怎样 如果你喜欢更轻快的动力表现呢 那么你可以选择这个2.2公升的柴油引擎 如果你要更猛的爆发力 则是可以选择这个2.5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至于你对动力没有太大需求的话 2.5公升的自然进行引擎就可以满足你了 我也开过2.5公升自然进行引擎的版本 其实还不错啦 Mazda 的车款除了外观设计不需要单行之外呢 内装的设计同样的也不需要太过于担心 虽然讲这个内装设计我们很熟悉 但是还是可以给你满满的质感 首先 这个抬头显示器是一定有的 然后这个 Mazda 的全新的这个 也不算全新啦 就是新一代的这个steering 握感很好 质感也很棒 上面也有很多快捷的按键 这一次拥有NRCC的 这个等一下再讲 然后仪表的话 它是一个7寸的半数位化仪表 中间是彩色荧幕 左右两边是传统的指振 然后这个触屏主机的尺寸 好像是维持一样啦 这样肉眼看的话 不过它有一个新生机的功能 就是 Wireless 的 CarPlay 所以不需要 Cable 你只需要连接蓝牙或者是 Wi-Fi 的话 它就可以使用 CarPlay 的 这个我觉得非常的方便啦 然后接下来往下看 就是我们熟悉的 Mazda 的造型设计啦 然后这个排档杆机座有稍微的定高一点 就算你驾驶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有一定的支撑 并不会疲劳啦 然后前方这个置物格 其实也Build in 了这个无线的手机充电机座 只要你要手机支援无线充电 放下去就可以充电 那么你就不用 Cable 手机又可以使用 CarPlay 然后又可以充电 非常非常的方便 然后接下来往下看 我相信有开过 Mazda 的朋友 都是非常熟悉的 这个质感绝佳的排档杆 音量这个控制键 然后这个 Mazda Connect 的这个控制拨杆 电子手插车 Auto Hold 还有驾驶模式切换键 没有错 它有驾驶模式切换键 因为我们今天坐的这台车 是这个 2.5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然后这边有自备架 然后这边有中央扶手 中央扶手里面还有 USB OK 其实前面没有 USB USB 都是在这边 如果你是要使用一个有线的 Apple CarPlay 的话 连接处就在这边 然后这辆车的这个椅子设定很出色 真的很出色 它并不像之前一些 Mazda 车款 因为虽然它的包覆性不错啦 但是座椅的设计会小点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身高是 180 亿 我坐下去的话 基本上我的背部啊 我真身都可以被支撑到 开长途的话 这辆车应该很爽 这辆车我一定会跟 Mazda 借出来 review 的 大家不要担心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后面 这台车是 6 座设计 所以第二排跟第三排都是两个座椅 6 座车型的话 这个两排的座椅其实都还蛮舒服的啦 我觉得只是脚部的支撑稍微有点不足够 背部的支撑是 OK 的 坐起来还蛮舒服 中间还有一个中央扶手 有自杯架 有这个独立的冷气座椅控制 这个在 Mazda 真的很重要 打开中央扶手 有很深的置物空间 然后里面 同样有两个 USB 速度是 2.1a 的 可以让你充电 作为这一个三排车型呢 最重要的是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 我们来看一下后座 这个第三排的两张座椅的空间表现怎样 我相信大家从这个镜头就已经可以看到了 不用讲太多 不过我必须老实话啦 这个它的第三排座椅是我做过那么多 三排车的车子之后呢 这个舒适度其实是我觉得最 OK 的那一个啦 不过我还是建议各位啊 如果是真的第三排要做人的话 尽量是让小朋友做 或者是身高比较没有那么高的朋友做啦 不然的话这个头部的压迫感会很重 就算有这个三角镜在啊 压迫感还是非常的重 不过呢 这边两边同样的还是有这个 USB 的插槽 重点是哦 这个 USB 的插槽它的充电速度是 2.5a 可是前面的是 2.1a 反而是后面的还比前面快 另外一个重点呢 就是这边也是有这个遮阳帘 所以拉下来的话 后面这个第二排跟第三排座椅的乘客呢 其实并不用贪心太阳塞什么 我觉得这个整体的乘坐感觉是 第二排 OK 第三排就真的是小朋友 或者是身高没有那么高的朋友啦 你怎么看 OK 以上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小改款的 CSX 的弦短新车介绍啦 如果你对这款车有兴趣的话 从看到影片的这天开始 到这个星期天呢 你都可以在这个 One Utama All Win 这边看到这辆车 还有 MS 30 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看看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次节目见 拜拜